公寓住戶要裝設鐵窗 吊車停在路邊 施工人員直接把鐵窗吊掛到四樓 但仔細看下方完全沒有防護 還有人車在通行 但附近不少居民看到這樣的狀況 根本不敢擅自通過 我就很生氣 就罵他 就說你們怎麼完全沒有腳管 他剛好我停下來後面就塞車 那時機他就 就小小這樣 都不回應 驚險場面發生在8號早上11點多 新北市土城 有民眾看到這種危險情況 趕緊打電話請警察來了解 附近居民說前後大概半個小時 才結束安裝作業 不只危險也影響交通 事發地點這個路段只有雙線道 當時吊車在沒有經過 申請路旋的狀況下 直接佔據一個線道來吊掛鐵窗 而且下面是沒有任何的防護 附近的居民根本不敢通過 警方到場之後 鐵窗已經安裝完成 但根據道交條例 利用道路作為工作場所 放置拖車貨櫃或動力機械 沒有事先申請最高罰2,400 但要警方到場開罰才算 不過吊車屬於並排停車 民眾可以拍照檢舉 這種情況不只是違反交通規定 更違反勞工安全作業 廠商恐怕要重罰 民眾或廠商有相關的需求 得以規定提早5個工作天 向警方申請 拿到審核通過的申請書 才能在警方的協助之下動工 打算便宜行事就怕貨從天降 TVBS宣傳黃正國國穎 新媒體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方申請